對呀 先 只有一個人 但是 我們還是 對啊 還是按照正常上課 那 今天也是 這學期的最後一堂課喔 所以 也感謝 堅持到最後的同學 這樣子 對啊 雖然只有一個 對啊 那 連我自己的學員都沒有來捧場 實在是太過分了 好 Anyway 那 所以 我們下禮拜就是 期末考 再下禮拜就是 就是 期末 計畫的報告 OK 所以 就是 還是會 跟同學 繼續碰面兩個禮拜 這樣子 那 那 那 既然這樣我就先講一下期末考的事情好了 OK 我們期末考到時候是 跟以前一樣喔 就是我跟 我每次上 那個 這盲課都是 就是 就是 期末考的是 呃 你們已經 有看過那個 Sample Final 對 然後那個 就是 你們來考試的時候 你們可以帶一張那個 Tree Sheet OK 就是 呃 呃 呃 眾多是 DETAIL的東西 都都可以 那不 不重要 就你自己 決定要 寫什麼在上面都可以 OK 我們不會檢查這個東西喔 那 那 之所以 就讓你用 趨序的目的就是 希望說 你們不要 呃 去 寄一些 死背的東西 我希望你們 呃 Focus的是這個 比較大的這種概念 呃 其實你們看過 Sample Final 你其實也會知道說 我每次 題目會問的也 都是跟 比較大的概念相關的東西喔 其實 呃 不一定 呃一定是 呃 就是一些 那些 Tiny的 DETAIL的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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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節的東西 所以 感動 多了一個 OK 對 所以我再講一次喔 期末考 下禮拜 期末考 那你可以帶一張Tree Sheet OK A4大小啊 那 呃 隨便你放一面放兩面 字體要用多大 就隨便你 OK 那但是 如果你看過我的 那個 那個 Sample Final 你就知道 其實 那個 我的題目大多是問一些比較大的概念 所以 不會是 就是說 不會是那種 需要實際硬背那種小的地方 但是 還是 如果In case 你有需要任何東西 你需要提醒你自己的 當然 這個趨勢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工具 可以讓你 就是說 呃 就 focus 在大的 concept 而不要是 去死背一些東西 這樣子 對 晚上的時間應該是7點開始到 9點半 之類的 OK 那 呃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到10點 但是真的我覺得其實應該不用那麼多時間 對 那個 呃 應該是 會像那個Sample Final一樣 就是說你可以選裡面的 呃 一部分的題目回答 然後 對晚上的課來講 一題大概是15分 OK 也就是說你大概 呃 對 那這個是 下禮拜 考試的東西 那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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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說 那個 呃 Term Project Presentation OK 呃 我們 呃 晚上 因為 就只有幾個同學嘛 我會準備 呃其實以前 就算是課比較大的 我大概也會準備一個pizza之類的 讓大家享用這樣子 對 那當然你們就只有幾個 我還是會準備pizza 好不好 就是呃 只是pizza需要準備比較少一些這樣子 OK 呃 你們沒有什麼 什麼吃素啊 什麼東西的吧 沒有吧 OK 好好好 好 所以 大概 大概 對啊 呃 以你們人數大概買一張 Costco的大pizza 大概就打死了 哇 呃 一張costco就八個人 是不是 就八片 嗎 這個 這個 有八個人嗎 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八個人啊 但是 最後還是會有八個人要畫嗎 如果要畫的話 大家應該都會寫不寫 來一些飲料之類的 OK 加你們住教大概就十個 應該吃兩張 十個十一個 吃兩張應該是比較合理的 好 anyway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是 那當然所以說 因為有Pizza 所以也希望你們大概六點半 左右就可以來了 就是 呃 可以預先 先吃一下 然後我們大概 七點鐘開始 每一個人Presentation大概十五分鐘之類的 對 因為只有八個人嘛 是不是 八個人 所以大概兩個小時 所以七點到九點 也是差不多合理 OK 好 講到這邊的話 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課程 我們上次 有讀了一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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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這個 這邊 在哪邊 從這個 Dummy.csv 讀了一些資料 讀了這些資料進來以後 我們有去把它 做這個 那個Standardize OK 剪掉Min 然後把它 那個 那個 除到它的Stand deviation OK 就是 有處理 有對資料做一些前處理 嗯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我們這邊 就是說 引進了兩個模型 一個是Model L 一個是Model P OK Model L就是線性模型 Model P是那個 就Quadratic 二次的那個模型 那 用 背式方法 這個都已經看爛了 所以沒什麼特別好講 那 之後 那個 做這個 Fitting的結果 OK 那畫出來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那你可以看到說 兩個模型看起來 都好像還不錯 然後呢 我們 因為這一張的 重點是在做模型比較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目的是要回答 哪一個模型比較好 OK 但你這邊 就以這個visualize的結果來看的話 欸 兩個模型看起來都還不錯 對不對 OK 然後呢 那我們 當然可以 做一張 用 就是寫一寫程式來做一張這個圖 這個圖 這個圖是在幹嘛 這個圖是說 我們的資料 跟我們兩個模型 兩個模型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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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posterior predictive check 裡面的那個 抽樣出來的點的 這個 它的 這個 四分位差 四分位差 大家知道什麼叫四分位差吧 就是 你的 資料如果說 把它排序 排序以後 我們講說 the first quartile 就是第一個四分位數 跟第三個四分位數 之間 應該說第三個四分位數 減掉第一個四分位數 的這個距離 我們叫做 inter quartile OK 那中文好像叫四分位差吧 OK 好 所以這個圖呢 秀給大家看說 OK 我們有資料嘛 資料當然可以 做個四分位差 然後呢 第一個模型呢 跟第二個模型 這第一個模型是linear model 第二個模型是 quadratic model 那這兩個模型呢 記得 linear模型 linear的模型是 它的結果 我們這邊都是用橘色來表示 那 quadratic model 我們都是用 綠色來表示 那我們是從這邊 這個模型裡面 做抽樣 用它的posterior裡面 做抽樣的點 來做這個四分位差 那我們就看到說 這個 它的平均其實都很接近 都是0 為什麼都是0 因為記不記得我們剛剛把資料正規化了 OK 我們已經把所有的資料的值 減掉平均了 然後再除掉standard deviation 所以它的資料的平均本來就是0 OK 然後再來 他們的interquatile的range 其實呢 跟資料的真實interquatile的range 其實幾乎一樣 對不對 幾乎一樣 當然還是有些許不一樣 但是差異很小 所以你光是看這個 這個interquatile這個結果 其實 其實看不出來哪個模型比較好 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回答這個問題嘛 就是說 這兩個模型哪一個比較好 那 用posterior predictor check的好處是說 你可以從這裡面去 反覆的抽取一些sample OK 那你在你反覆抽取一些sample的時候呢 你其實可以 不僅可以算 每一次抽取出來的sample的集合的 四分位差 你也可以算說 每一次抽取出來的sample的四分位差的 甚至它的這個平均啊 四分位差的 我們叫做dispersion dispersion 就是它的變異 因為我們每次抽樣出來 都是一個不一樣的集合 那每一個抽樣的結果 我們都可以算它的平均 跟它的四分位差 然後我們這樣子來做 OK 所以呢 OK 我們這樣做出來的結果呢 我們把它畫出來 大概長這個樣子 OK 這邊先要解釋一下喔 這個黑色的這個 代表的是 那個資料的平均 當然是0 當然是0 因為它資料已經正規化了對不對 那你說 欸為什麼 資料它的那個 它的值 是只有一個值 那是因為說 資料當然就只有一份嘛 對不對 資料不是產生出來 不是去抽樣出來的 資料就是 就是這些這些值 那你從這個資料 那你從這個資料 你能做出來的 能算出來的平均 跟它的 interquartile range 就都只有一個值喔 就都只有一個值 那 至於說 你的兩個模型 一個是橘色的 我剛剛講過 是線性的模型 對不對 線性的模型 跟這個 綠色 這代表的是那個 Hodratic 二次的模型 OK 那你 因為它是 一個model 它是一個posterior 它是一個分布 所以你可以 藉由抽樣的方式 抽很多次樣 然後呢 去把它的 這個distribution 給它畫出來 那你就會得到這個分布 那你在看這個分布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說 欸 橘色跟藍色 基本上 在平均來講 雖然它會 它當然會有點中型分布啦 但是呢 基本上它平均 都還是在這個中間的地方 對不對 就是你visualize 就是 視覺化來看的話 欸 還蠻OK的 但是呢 我們去看它的interquartile range 就是四分位差的時候呢 OK 還是一樣 資料就只有一個值喔 四分位差只有一個值 但是呢 線性的 線性的這個模型 它的那個posterior的結果 你可以看到 它是這個橘色的 它的這個平均往左邊偏了一點點 對不對 對不對 但是呢 它雖然 那個橘色已經偏一點點 但是 但是 這個quadratic的模型更慘 對不對 你看看綠色這個條線 偏 左邊偏得更厲害 對不對 偏左邊偏得更厲害 對不對 偏左邊偏得更厲害 如果說 視覺化來看的話 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欸 理論上 你這個出來的結果 如果說這個模型 足夠好的 可以解釋你的資料的話 它的分佈 應該是以這個資料的真實的 IQR 就interquartile range 來當中心來 來這個分佈嘛 就像說 好的這個模型 像這個 這兩個都還OK 都還是以這個 零為中心 來做一個分佈 那這個的話 就很顯然它 線性的就已經偏一點 但是 綠色偏更多 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可以給你 告訴你一件事 就是說 linear model 其實它的結果 比quadratic model的 這個解釋性更好 對不對 就是 背上右邊這個東西 OK 所以這個地方 跟大家講一下 那 這個就是 我們可以利用 posterior predictive check 得到的一些sample 來做很多的 這個推導 那利用這些推導 我們可以來做 這個模型的 之間的比較 OK 那這邊還有一個 特別的資訊 這個特別的資訊 叫什麼 叫p-value 基本上 p-value是什麼東西 p-value就是說 先解釋 p-value ok 的定義是什麼東西 ok p-value定義 叫做 ok t是任何的index ok t是任何的index 就是說你的simulated 就是說你的那個 利用posterior 產生出來的這些 所做出來的這個 這個index的這個結果 大於等於 t observe 就是說你這個 你觀察的資料 y是給定的資料 給定一組資料了 你的t observe 就是從資料得到的這個 這個index 那你這個 比 你從那個posterior 抽樣出來 做出來的這個index 大於等於observe 這個 就是說這個 這個資料那邊 做出來的index 的機率 ok 我們叫這個 p-value 那p-value呢 這邊 我們可以用來 其實這個東西叫 bass p-value 那我等一下再解釋 bass p-value 當然有bass p-value 就有所謂的 不是bass的p-value 那我要這邊 等一下要解釋一下 這兩個有什麼不一樣 好不好 那先講說 這個bass p-value 怎麼樣來去衡量 來去衡量 這個模型的好壞 就基本上 if the data 就資料跟這個你產生出來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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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posterior 那個predict check 產生出來的sample 的那個 那個他所計算出來的這個index 這個index可以是mean 可以是iqr 可以是standard deviation 只要是一個分佈 一個分佈 可以計算出來的一個 statistic的這個summary 都ok 都是都是都可以當做那個t ok 所以只要你的資料 跟你的這個這個 這個posterior predictive 這個sample 做出來的這個index 互相同意的話 那我們通常會期待這個p-value 大概在0.5 也就是說如果這個bass p-value 如果說他結果是0.5 代表這個這個模型比較好 ok 越接近0.5代表這個模型越好 好 那 如果不是0.5 那我們就是說 這個會有一個 我們就是有一個bias posterior predictive distribution 就是有一個比較偏差的這個posterior predictive distribution 那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圖上 在這個這個結果 你看 左邊來講 這兩個模型 線性的它的p-value 它的平均的p-value是0.5對不對 那它的這個quadratic model 它的這個p-value是0.5 所以 雖然說看起來 就是你 視覺化看起來 它們兩個差不多 但是你如果說去算它p-value的話 其實線性的模型還是好一點點的 只是好的差異沒有那麼大 但是呢 右邊看IQR的話 同樣去算p-value OK 線性模型它p-value是0.37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 它 已經有一點點偏差了 對不對 因為越接近0.5越好嘛 所以它已經有一點點偏差了 OK 我再解釋一次 這個 這個代表是什麼 就是說 你用這個 這個 這個sample 做出來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統計 在這邊的話是IQR 就是 In the Quartile Range 用這個 sample 就是從posterior的這個 這個抽樣出來的結果 做出來這些 這個sample 做出來IQR 大於等於 那個 就是你真實資料的IQR 的機率 是0.37 為什麼 因為它根本就是 橘色就往左邊已經 已經往左邊偏了嘛 所以它當然 抽樣出來 會大於這個 的結果 機會是比較小的 對不對 那但是呢 我們看到說 這個quadratic的模型 它的p-value更慘 0.23 因為它更偏 所以這邊就可以知道說 用p-value p-value就是一個 一個 可以用來 呃 衡量 呃 就來比 可以用一個 是一個怎麼講 就是說它是一個 呃 可以用來比較兩個 模型之間 好壞的一個 數據 OK 直接去看那個數據 那你就不用 就不需要 直接用觀察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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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看起來很像 你不要拿一個比較好嗎 還是比較差 對不對 可是你這個算出來 它就 它就客觀告訴你哪個比較好 哪個比較差 對不對 當它差的很少的時候 那個p-value還是有比較好的好處 OK 那 那接下來我們當然要講一下說 欸 這個 我剛剛強調說這是一個 倍式的p-value OK 那 所謂它是倍式的p-value 其實 它隱含的意義就是說 這個p-value其實在 傳統的統計也有所謂的p-value OK 就是 我們講的說 傳統統計就是那個frequentist 就是那個 frequentist 他們所謂的p-value 那他們的p-value跟我們這個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看起來很像 他們的定義跟這個幾乎是一樣的 幾乎是一樣的 OK 那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是在說 OK 嗯 在傳統統計上面 你如果要去計算p-value 你必須要去知道說 這個資料是怎麼收集的 有很多的細節 有很多細節 那我舉一個最容易去 最容易理解的東西來講 OK 就是傳統統計上面的p-value OK 你跟這個 如果說你要去算p-value 你必須要知道這資料怎麼收集的 為什麼 我現在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譬如說我們現在扔硬幣 扔十次 扔十次 然後出現三次正面七次反面 那接下來你是不是要算說 這個 因為公正的硬幣分出來 應該是五次正面五次反面嘛 對不對 那我就要去算說 三次正面七次反面 這個機率是多少對不對 那這個機率當然跟什麼有關 跟你的這個 跟你的這個 sample space有關對不對 就是你的那個 你的母體有關 母體有關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好 我如果說我就跟你講說 你翻十次硬幣 有三次正面七次反面 這個機率是多少 你怎麼算 這是高中的那個那個那個機率喔 OK你怎麼算 已經忘了嗎 不是 差不多啦 我知道你的意思 OK不是 對就是 C 10取3 然後呢 就是 1 2分之1的 這個十次方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OK 但是 我可以跟你講說 其實你這樣子做 你的假設是說 其實你隱含的假設是說 OK 我現在扔十次硬幣 我扔十次硬幣 然後收集到這樣的結果 OK 我的母體是扔十次硬幣 注意喔 我強調說扔十次硬幣 這是我的stopping criteria 我停止收集資料的條件 就是我收 就我剛剛講說我三次正面七次反面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扔十次硬幣 出現三次正面七次反面的幾率是這個 沒有錯 對 但是呢 我收集的時候 我收集那個 這個三次正面七次反面 我可以用別的方法收集 我舉個例子來講 我可以這樣子講 我說 我收集 我一直扔 我一直扔 扔到什麼時候停 扔到收集到三次正面的時候停 然後剛好收到三次正面七次反面 就以剛剛講的扔十次就是說 我現在有十個格子 十個格子 那正面或反面什麼東西 每一個都是二分之一嘛 然後我現在就是說 在這十個格子 我要C十取三的意思就是說 我這邊要取三個格子 放正面 其他都放反面對不對 所以有十個裡面有取三個 然後另外七個取反面 放反面對不對 所以是C十取三 然後二分之一的十四方嘛 這是 你看我們已經先畫好十個格子了對不對 所以我們是 已經假設 它的 我們一定扔十次 我們一定扔十次 對不對 我們一定扔十次 然後得到這個東西 然後這裡面拿到三次正面七次反面 但是如果說我現在改成說 我扔硬幣 我扔到第三次正面的時候停下來 然後這時候我收集到三次正面七次反面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代表說呢 前面九格 這個九格 前面九格 ok 一定有兩次正面七次反面 最後一次一定是正面 一定是head 對不對 所以我才在第十次停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在第十次停的 我剛剛講說 我扔到第三次正面的時候停下來 所以是不是一定是 這個第十次是一個正面 而且是第三次的正面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前面九次 會有兩次的正面七次的反面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機率是什麼 對不對 因為這個正面是給定的 這不會動 按照我們收集資料的方法 這個最後一次 第十次的head 是不會動的 只有前面九次 我們可以去看它的那個情形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算出來 這個是機率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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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大家高中機率還記得一些啦 我這邊想要強調給你們了解的一點就是說 你在做這個計算的時候 其實怎麼樣收集資料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怎麼樣收集資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你怎麼樣收集資料的 那就是你如果做了錯誤的假設 那你的這個計算的結果就會不正確 對不對 對 這個是PValue原始統計的PValue最大的困境 就是 就是 就以 背勢的資料的 眼光來看 這是一個 不可饒恕的錯誤 OK 那 除了PValue還有那個NHST Null Hypothesis Standardized Test 這個也是類似 因為它這些都是 建構在PValue的這個假設上面 那但是PValue就像我剛剛講 它這個計算其實 它跟資料收集是有關聯性 可是資料收集 大多的時候你在做資料分析的時候 很多時候資料收集的人跟資料分析人 是兩組人 你在做資料分析的人 你是不知道資料怎麼收集的 你就只拿到那個資料而已 你在K狗上看到一組資料 難道你還有辦法去問到K狗說 這個收集資料怎麼收集的 不知道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會有問題 會有問題 所以呢 這個是傳統的PValue的問題 那你說 那貝式的這個PValue 為什麼比較沒有問題 因為貝式資料的PValue 那個機率的計算喔 這個東西其實是從那個 我們是從Posterior做Sample得來的 我們從Posterior做Sample得來的 所以這個跟它資料怎麼收集 一點關係都沒有 OK 那貝式資料的分析裡面 資料的收集 並不是在我們考慮的範圍裡面 我們考慮什麼 我們考慮Prior 我們考慮Likelihood OK 我們的Posterior理論上 它已經結合了Prior跟Likelihood 所以我們不管它資料怎麼收集 或者你可以這樣講 在它的Prior裡面 它已經考慮要資料怎麼收集了 OK 所以這在貝式裡面 貝式的PValue裡面 沒有這個問題 它的PValue就是 就是從這個Posterior做抽樣得來的 OK 所以它沒有那個傳統PValue的計算的那些問題 其實傳統PValue的計算 除了這個以外還有很多別的問題 譬如資料的收集 我舉另外一個例子 資料收集 有時候你是分好幾次 譬如這一次收集的這些資料 再下一次我收集的另外一些資料 再下一次我再收集一些資料 我把這些所有收集的資料 放在一起變成一個資料集 那這個時候你去做PValue的計算 這很複雜 因為你有不一樣的Batch的資料 那每一次收集資料的時候 它的這個做法可能都稍微不太一樣 所以它的PValue需要做很多的 這個計算的一些轉換 所以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過程 所以再強調一次 傳統的PValue受到很多的因素的限制 OK 那譬如說包括資料收集的方法 包括資料收集的次數 這些東西都會影響PValue的計算 OK 但是在Base的PValue裡面沒有這個問題 BasePValue沒有這個問題 OK 所以這要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差異 所以類似像這樣的問題 如果我在期末考出 大家都會寫吧 應該很簡單嘛 對不對 這都是概念嘛 對不對 這都是概念 對不對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我期末考就會出類似像這種概念題 OK 然後再強調一次 我雖然給你們Samele Final 但是千萬不要覺得說 Samele Final就是Final 我從來不是這樣子 從來不是這樣子 我盡量把每次的期末考考題都會改變 盡量都會改 OK Samele Final只是拿來 當你來練手而已 不是說我給你這個題目就是 我從這裡面抽幾題來 不是喔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就是練習Samele Final的題目 你覺得感覺很好 我就 不是這樣子 我還是希望同學注意一下這個 因為以前曾經有聽說同學 我就練Samele Final 結果考得很慘 那不能怪我 好 所以這邊 傳統的P-Value 就是所謂 Bation 就是這個Frequentis的P-Value 跟Bation的P-Value 差別在什麼地方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然後Bation的P-Value 可以用來做這個 模型的比較 OK 它是一個很好的 模型比較的indicator OK indicator 好 那這邊 這邊就是我剛剛講的 OK 像這個 這個 所以 這個 Also we are not conditioning on any null hypothesis 就是 因為傳統P-Value 跟這個Null hypothesis 也有關聯性 所以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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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ion P-Value 也是沒有 跟這個沒有關係 所以這個 比較單純 OK 那 所以我們這邊 我們在做 模型比較的時候 我們也 我們就是用一個 0.5 當做一個 比較的基準 因為0.5 代表的是說 那個 你Sample出來的 數據 跟你的 資料 跟真實的資料的 那個 它的差異 是 應該 那個機率應該是 0.5 應該剛好 center 那 這個是我們 來做 模型比較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 pre-defined value 但是那個 我們不是用這個 那個 這個 就是說 譬如說 這個hypothesis testing OK 這些 這跟傳統的 那個 是不一樣的 所以Bation P-Value 跟Frequencies P-Value 是很不一樣的 OK 這邊要跟大家 強調一下 OK 那 所以 OK Posterior Predictive Checks OK 你可以用Plot 或者這個 Numerical Summary Numerical Summary 就是用Vation P-Value 來看 那 甚至是 Combination of Both 就是你可以 用這個 Plot 跟這個 Numerical Summary 那 都可以 都可以用來 比較模型的 好壞 OK 那 你都可以用這個東西來 就是 Allow us to tell a data-driven story 就是 你可以用這個東西來 就是說 解釋 你的模型的 應該說 你的資料的一個故事 模型就是用來解釋資料的 所謂解釋資料 就是一個 tell a data-driven story 那 include but not restricted to model comparison 就是你可以 用來做 model comparison 你也可以用來做一些別的事情 那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是 這個 posterior predicted check 怎麼用來做 那個模型的比較 那接下來呢 我們在後面會再看 很多別的 模型比較的方法 就是不限制在 posterior predicted check 這個方面的東西 那 這邊也要先講一下 這一張後面其實講了很多的方法 我們其實 今天不會全部講 今天不會全部講 因為 現實上我們也沒有足夠的時間 這一張總共有90多張slide 那我們 差不多還有80多張slide 是不可能把它全部cover 就是詳細的cover 所以我會 有一些東西我會跳過去 我不會講 那有一些東西我會跟你講說 我雖然會講 我會跟你講說 行不考不會考 好不好 先講先跟你們講清楚 好 那第一個 OK 這邊在講任何的方法之前 我們會先講一個 principle principle 一個 一個 你可以講的是guide line OK guide line 一個 模型比較的一個guide line OK 叫 Occam Razor Occam's Razor OK 這個Occam's Razor Razor其實 直接翻譯中文叫刮鬍刀啦 OK 那你可以直接翻譯就是說 這個Occam是一個人的名字 那個Razor你可以把它講成是 剃除 剃除法 剃除法 OK 那他簡單講這個Occam's Razor 有兩個重要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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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這個這個Statement 第一個是說如果我們有兩個或者比兩個還多的就是說去解釋同樣現象的方法 如果我們有兩個或者更多的解釋一個同樣的現象的方法 那 We should choose the simpler one 我們應該會我們應該要選擇比較簡單的解釋 OK 就簡單的優先 那同樣道理 就是簡單的模型比複雜模型容易理解 所以呢 We should keep the simpler one 我們應該 在模型的選擇上面 我們應該選擇簡單的模型 這叫 這個Occam's Razor 簡單講就是比較複雜的模型盡量把它 或者比較複雜的解釋盡量把它剃除掉 OK 那 另外一種 Jetification是用這個Bation Statistics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Base Factor 這個東西呢 我們今天結束之前我們會講 但是呢 我們不會考 OK 我們不會考 OK 這個東西我們後面再講 OK 有一些別的東西 OK 有一些別的東西 好 那 那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在模型的比較裡面 一個是簡單嘛 我們剛剛Occam's Razor 告訴我們簡單很重要 簡單很重要 但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模型的選擇是 正確性很重要 Accuracy 模型的正確性很重要 OK 那 所謂正確性是什麼 就是 How well the model fits the data 就是模型跟資料的一致性有多少 模型跟資料越一致越好 OK 越一致越好 所以呢 我們在前面的那個 前一章 我們是不是有秀給大家看那個R square 對不對 R square的值基本上是 從0到1 0的話是完全不相關 到1的話是完全相關 對不對 記不記得我們還有畫了很多的點 來去告訴大家那個R square 各式各樣的例子 OK 那個東西 所以呢 簡單講 如果說我們討論模型的正確性的話 OK 就是說 We want the model with higher accuracy 就是如果說你用R square 來衡量模型的正確性的話 R square越高 那你的模型正確性越好這樣子 那 所以 這個 就這個來講 OK 我們 就是說直觀來講 我們希望 我們喜歡越正確的模型越好 所以你注意到 我們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我們希望模型越簡單越好 對不對 第二個是 我們希望模型越正確越好 但當這兩個條件打架怎麼辦 比如說一個複雜的模型 可是呢 它比較正確 或者一個簡單的模型 它比較不正確 那你是哪一個比較好 事實上 你會發覺說 這兩個東西 其實通常是互相矛盾的 互相矛盾的 所以 這是我們現在 就是 How can we balance both contribution 這是我們的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要在 Accuracy跟Complexity Complexity就是複雜度 就是 你可以講說 越複雜模型就是越不簡單 OK 所以我們希望在 Accuracy跟Complexity之間 要能夠 得到一個 這個 這個平衡 那 我們 先看一個例子 我們先看一個例子 OK 那 就是說 這個一個例子 這邊有六個點 OK 就是x軸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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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e x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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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a x軸 x軸 沒有x的像 那就是一個常數 那第二個是order1的 就是這個綠色這一條線 這是一條直線 第三個是order2的 就是quadratic 就是這一條紅色這一條線 那最後一個是order5的 order5的是這一條線 那我們這邊可以把它r² 每一個模型的r²算出來 同時把它r²算出來 你可以看到order0的r²是0 0代表什麼意思 就完全無相關 所以你可以講說 它的accuracy是最爛的 那order1 r²就到0.91了 從0到r²從0跳到0.91 多了一個order是不是 improvement很大 對不對 那r² order變2的時候 r²從0.91又再往上調 變0.98 那order5的時候 r²變1.0 為什麼是1.0 因為它是一個perfect fit 它是一個perfect fit 你看到這個棕色的咖啡色的這條線 基本上經過了這五個點 完全破這五個點 OK 完全經過這五個點 所以它是一個perfect fit 那這是很正常的 因為當你寫一個 那個五次的方程式的時候 因為你每一個次方都有一個 一個參數對不對 有一個有一個參數 就是你是beta加上 α1x1加上α2x2 加α3x3次方點一點 一直加到α5x5次方對不對 所以你加上beta 你總共有六個位置數對不對 你有六個位置數 那你有六個點去fit 當然你可以解出來 就是說去解這個 就直接得到過這六個點的 對不對 過這五個點的這個 過了這六個點的五次的方程式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沒什麼了不起的 OK 那問題來了 現在對這四個模型 這四個模型 OK 從最爛的 Accuracy最爛的0 到Accuracy百分之百 就是完全準確的 這個order5 我們應該選哪一個 OK 其實呢 當你的這個 這個 你的r²到1的時候 這麼高的時候 OK 也就是說當你的 這個模型的參數這麼多的情況 OK 當你的模型的complexity 太大的時候 你很同意就是會產生所謂的 雖然它會增加你的accuracy 但是它同時會發生的事情是 overfitting OK overfitting OK 所以呢 怎麼講 所以在這邊來講 這個order5的這個模型 就很顯然是一個overfitting的結果 什麼叫overfitting 再講一次 overfitting是說 呃 就是說 呃 它對你的training data 表現得很好 但是呢 當你有一些future的data 進來的時候 它會表現得很差 這就叫overfitting 那 呃 呃 呃 這是 呃 呃 呃 在這個模型 這個這個order5的這個模型呢 它只是 這個模型只是去memorize memorize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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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六個點的位置 它其實呢 它 對這個unobserved 就是說對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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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ture unobserved but potentially observable data 它可能表現得很差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這個 這六個點你可以看 它大概是從左上 啊 左下到右上的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分布嘛 對不對 可是呢 你如果注意到這個這個五次的這個模型 你到這邊就一路往下了對不對 對不對 當y越變越 x越變越小的時候 y下降的很快對不對 同樣道理 當y越變越大的時候 這個模型是不是上升很快 它就不會是停在這個區間了對不對 所以當你有更多的資料進來的時候 很顯然 這個order就是這個五的這個模型 它的效果其實不會太好 OK 效果不會太好 那 就這邊舉個例子 假設我們現在有更多的錢 更多的 就能夠收集到更多的資料 假設我們多了兩個點 0 19跟77 你可以看到說 這兩個點喔 它的位置在這個點 這個點跟這個地方 它是 它是出現在很合理的地方嘛 就以 視覺化來看的話 它出現在很合理的地方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 它的誤差 最壞的其實是哪一個 你可以看 這個點 它的 譬如說 歐的0的 預測值是這個點 它誤差是這樣子 那歐的0 對這個點來講 它0 歐的0的誤差這麼大 OK 那歐的1的話 這個誤差這樣子 歐的1誤差這一點點 這一點點 那歐的2呢 是這個紅色這條線 誤差這樣一點點 歐的2這邊誤差差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歐的1跟歐的2誤差都很小 對不對 那歐的0誤差比較大 那歐的5呢 你可以看到 哇 這個差很大 對不對 那這邊的話 這個點差的也不算小 對不對 所以差別最大的 差異最大 最壞的 其實是歐的5 對不對 那再來是歐的0 再來是歐的1跟2差不多 OK 所以 這邊就告訴大家說 歐的5的這個模型 它其實有overfitting的問題 OK 然後再來 overfitting基本上是一個 general problem OK 它在這個統計跟 機器學習上是一個 很常見的問題 然後呢 基本上 我們對資料來講 OK 資料基本上 你從你的資料裡的那個 都會包含兩個 兩個成分 一個成分 叫signal 一個成分叫noise OK signal 或者你可以講說 是資料的trend 趨勢 OK 趨勢或者signal OK 像我剛剛講說 這些點 它的這個趨勢是從左下到右上 OK 換一個方法講 就是 就是 就是所謂signal OK 那 至於noise 顧名思義就是 就是雜訊 那雜訊的來源 可能有很多種 第一個 譬如說你收集資料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 那個 就是 怎麼講 舉個例子來講說 你收集資料的工具不夠好 或者 這個sensor 幫你產生資料 這個sensor 壞掉了 或者說 這個 就很多很多的由 很多很多的可能的原因 會造成資料收集的不正確 OK 那我們這邊呢 我們希望我們的模型呢 學到的是signal 而不是noise OK 那所謂overfilling就是 它 複雜度太高了 所以呢 它同時間 不但學到了signal 它也學到了noise 那 而且 就因為它學得太好了 它的那個 因為它的 它學到noise 所以說 那個signal的那個 它反而把那個trend 就是把它遮蔽掉了 因為那個signal的關係 因為那個noise的關係 把那個trend 把那個signal給遮蔽掉了 所以這個就是 overfitting的問題 OK 那這邊也可以 就說這邊 這邊有舉了一個例子 這個就代表說 告訴大家說 為什麼 那個all cams 這個razor prefer 簡單的模型 這就是因為 複雜的模型 有可能會 比較容易overfitting OK 所以all cams razor 它會比較prefer 比較簡單的模型 它後面的 隱含的意義 其實是這個 predical justification all cams razor predical justification 就是這個 避免overfitting 這個事情 然後再來 這邊有舉了一個 另外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還蠻好玩 就是說 呃 就是說 這個其實是一個 應該是那個 呃 有點像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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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麼 那個 那個 伊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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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伊索 是伊索 預言嗎 還是 小孩子看那個 童話叫什麼東西 什麼什麼童話 格林童話 還是什麼玩意兒 對不對 就是 就是 有個國王 在一個 他會 他叫這個 他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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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繪圖師 就是 就是 畫地圖的人 啊 卡洛圖 他叫那個 畫地圖的人 把他 把他的 就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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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這個 國家 製作一份 這個 這個地圖 然後這個地圖 越精細越好 越精細越好 一分一寸 都要跟 這個 真實的 這個 就是 國家的這個樣子 要一樣 OK 結果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發生那個地圖 就跟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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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國王的這個 這個 他的這個 城市 這個 這個 國家一樣大 OK 那那個地圖 根本沒辦法用對不對 沒辦法用嘛 我就講 講 講個 最簡單 你 譬如你去一個 你譬如你今天 你們 你們現在都在 工作嘛 你們有可能會出差嘛 出差也沒有可能會租車對不對 租車可能會拿個地圖對不對 拿個地圖 我不知道 現在其實大家都不拿地圖 現在拿到 就是Google Google Map Google Map 直接告訴你 從哪邊轉 從那邊轉 但是以前啊 但我以前 在美國的時候 沒有什麼Google Map 都是